觀眾朋友 現在的黃金有多熱 廟裡的觀音跟媽祖最知道 你不信 我們給大家來看到 這個是蘆洲永蓮寺的黃金觀音 你來看這一尊 這一尊 它2016年的時候 當時的金價14200 身價已經有4.2億 然後才隔了4年 現在金價飆到了將近7000塊錢 身價立刻就翻倍 來到了6.99億 一下子才短短4年 就增加了2.79億 共共3億 再來看到的是 鎮蘭宮的黃金媽祖 也是法力無邊 它的身價你可以看到 從2003年 當時當然便宜 1千1千7 1.2億 一下子來到了2020年 再過多久17年的時間 已經翻到了4.9億 媽祖跟觀音 端坐在那個地方 庇佑眾生 黃金就節節漲上去 身價就節節漲上去 像這個黃金存折 近期會比較熱絡一點 因為之前買黃金的話 這個並沒有這個銀行的黃金存折 但黃金存折的一個成本很簡單 開戶只要100塊 除了你用美元來換位之外 要有一個成本 其實它持有的一個成本是零 但是獲利你後面要數回的話 還是要扣稅 另外則是近期比較熱絡的 就是台股的黃金ETF 跟美股的黃金ETF 這個在去年都成長了4倍以上 今年第一季這個市場 已經成長了596% 接近6倍 但是因為這兩個的一個ETF 必須要收這個管理費 所以說以短線上來說的話 它的一個持有成本 也比較高一點 但是在於整個的一個實體的一個金釋 其實是免稅的 跟實體金條一樣 只不過在實體的一個金釋方面 它必須要有設計費 但是金條的話 金塊就不用了 你就拿回家去傳子傳孫吧 黃金越來越熱 你觀察到什麼 真的有越多人來詢問嗎 有沒有人在黃金 黃金馬車在飆的時候 真的有賺到錢 其實就是 觀望的部分還是有一部分 那還有一些人 他是長輩會留一些黃金給他 那他就會一直拿來問 有沒有在漲 有沒有在漲 趁高出脫 對 將近有百分之增加 比疫情之前增加10%到20%的人 一直在問 對 關注 那有沒有人在 因為黃金就在疫情開始發燒 油價開始跌的時候 專家都說可以進場 共那共耳邊封 我們真的會去操作黃金的 其實那很專業的 但是你可不可以告訴我 你的客人裡面有沒有人 就從3月19到現在 短短幾個月 短短短探 你知道 好 我這樣跟你說好了 我有一個客人 他其實他們是做那個 就是電子電路板的 那電子電路板 你知道裡面就是有那種黃金的 在做他們的材料 把它拉成像頭髮一樣 比頭髮還要再細 所以他非常敏感 從去年9月份 10月份 那個黃金就開始慢慢長 從5000 5200 5500 他就一直進場 進場 那他比較聰明的是 他都是以兩來買的 對 5兩 10兩這樣子去買 對 1兩是10錢對不對 對 然後一次買的貨就是50萬 對 50萬 差不多 他董娘 50萬應該是零錢而已 就這樣慢慢掃貨 慢慢掃貨 對 慢慢掃 將近他應該有到 掃到40兩的樣子 對 對 如果跟今天比的話 我覺得他應該至少賺 如果他今天出手的話 至少是賺到50萬台幣 天啊 他從什麼時候開始掃貨 他從去年9月 10月開始 然後到疫情之後 疫情 還在繼續 還在繼續 從3月 因為疫情是在 疫情是在大概2月份 開始大爆發 那個時候大概是5500左右 問題是就是說 來買 我怕去買就嫁對不對 今天在現場來跟我們講講看 那個黃金真假其實一個美角而已 只有一個美角對不對 對 其實黃金的 我們還是去看它的顏色 然後首先再去 然後再來就點它的份量 對 然後 就分量 不是 然後你再來點一下這個 這個很輕 對 所以它其實就是 有合金的成分 它就是 它只是度 百分百 對 它就是表面是 度了一層金而已 我怎麼變真假 好 那我燒給你看馬上 用燒的 對 用燒的 真金不怕火鍊對不對 對 真金不怕火鍊 好學化嗎 用噴槍 對 好 這個是假的對不對 對 好 來 我們在燒的過程當中 它其實就會慢慢變成 對 它融掉了 融掉了 對 它融掉了 這假的對不對 對 融成一個球 對 好 這是假的對不對 對 OK 所以你看它沒有辦法去整合在一起 沒辦法 對 如果是它沒有融掉的時候 它其實 你看所以 而且你沒有聞到很難聞的味道 很臭啊 對 很臭的味道 對 所以你看它變成 這一顆是真的黃金 它沒有 全部是黑 它已經變黑了 對 好 那我現場就再來燒一個真的黃金 對 OK 所以你就很快 很快就會知道說 對 很快就會知道說 你燒真的黃金 這一顆是真的 這麼貴 這個是真的 毛老師都捨不得了 這一盤都是 我在 客人跟我回收過來的 對 其實我們有一些都會把它融掉 再去做新的款式 它會慢慢變成黃金水 對 變成黃金水 好 關鍵在於這裡 我們去看到它的顏色 是不是 它還是一個 它還是黃金 黃金的顏色 跟這個比 它馬上就有很大的區別 你這個已經照灰搭黑色了 對 而且你看這個還是 它還是黃金色 對 它還是黃金色 是 對 好 所以今天真金不爆我練這句話 是真的 一把火它立刻就看得出來 你不要隨便試 今天是專家試給我們看 那最後我幫觀眾朋友問一個問題 那今天你的董娘朋友 人家就是 抱回家 就這樣子喘經口氣 就賺了50萬 對 因為他要買給他的孫子 買給他的金孫 這樣子 有缺缺 有缺缺兒子嗎 那現在就是說 現在觀眾朋友問就說 金價今天 快要直接扣關2000 每盎司 那有人還喊到了4000 我不知道喊真的喊假的 你實際在業界看 這一波多頭 還要繼續走嗎 如果說喊到4000美金 1盎司其實是有一點點 有一點點時間 可能我們看個5年或10年 等不了那麼久 但是以現在近期的來講的話 上看2000美金是沒有問題 我們常講一句話說 你真的很機車 今天我們就要問政府 你怎麼那麼機車 加分來告訴我們 全台灣機車族 向我罵2000萬人 政府居然跟2000萬人對坐 你明明答應我 貨物稅要減免 現在告訴我維持原樣 要減又不減 那個美的在哪裡 網路上一片寮園都在罵 對 沒有錯 而且在短時間之內 有一個網頁被灌爆了 那個網頁就是財政部的粉絲團 在短短幾個小時之內 湧進了2000多則的留言 還有超多的分享 而且現在還在持續的增加當中 因為這個議題不斷不斷在發酵 外界都在講 應該要取消貨物稅才對 而且連行政院長蘇貞昌都說 要減免或者是取消 但是裡面有一個小編 非常可愛的Q版的部長出來了 然後上面寫說 外界說機車不是奢侈品 應該取消貨物稅 這個不對 那不是這樣 不是這樣 他機車課貨物稅 不是這個什麼奢侈品的原因 不是 好 那你要告訴我 是什麼原因 讓我繳得心甘情願 好 話講到這個地方 我就用一句更直白的形容 讓大家進入狀況 我們在買自動車 每一台新的自動車 都要附贈17%的貨物稅 其實你買新的摩托車 你已經付給政府貨物稅了 如果政府說我們考慮 要把貨物稅減免 你買摩托車 你就可以少掉17% 多甜 那對大家來講 是好棒棒的事 現在告訴你 對不起17%繼續留著 難怪大家這麼生氣 對啊 所以機車主 現在都在跳腳 都在罵 說你為什麼不取消 財政部就很 他就很佛心 他就發了很多的Q版的 這樣的一個貼圖告訴你 還要解釋很多的原因 首先他告訴你說 為什麼要去課 這個機車的貨物稅 因為他是移動污染源 這五個大字 一下子又讓本來已經很生氣的網友 又更加的生氣了 你說機車是移動污染源 所以你課我貨物稅 那這怎麼這麼奇怪呢 污染源 那不是環保署嗎 乍看之下還以為是環保署貼的貼文 不是耶 是財政部貼的一個貼文 管得比海還要寬就是了 對啊 很奇怪啊 所以網友覺得太奇怪了 而且裡面還有一個非常要注意的是 他說機車是台灣境內 這個PM2.5濃度最高的主要原因之一 因為你有空污 所以我要課你的這樣的一個貨物稅 好 那我們就來看 你要課我貨物稅 那你要怎麼課 你的比例在哪裡很奇怪 他的條文裡面就寫了 如果你是汽車2000CC的話 課你25% 如果你是2000CC以上 那我課30%合理嗎 你說污染啊 那你當然排氣量越多 你車子越來越大 課越多嘛 好 那你機車課17% 就是剛剛提到的17%的貨物稅 對 也合理嘛 機車那比汽車還要少 那OK啊 但是其中有一個最奇怪的地方 貨車 大課車 其他車輛課15% 等一下 你告訴我說 因為基於污染空氣 所以我要你負擔貨物稅 可以啊 你這頭拉股 你不是污染更嚴重 這都是以鈍去算的耶 是不是 對啊 那你怎麼可能只有15% 所以現在比例被大家質疑了 你要告訴我 你這個課罪的比例 到底是怎麼算出來的 請你跟民眾說清楚 不然我們被課得不明不白的 再來看看大家覺得 不能接受的地方在哪裡呢 就是你已經課我貨物稅 你說空污了 但是你知道嗎 我們在騎污頭拜 我們在加油的時候 其實政府已經跟我們收了 空污費了 你的意思是說 我今天92或95 我油牆一進去的時候 第一滴油下去的時候 你已經負擔了空污費 你一定是六歲了 那你投降到底要扒我幾層皮 我這裡我已經針對空污 我已經負擔了 而且你看這個空污費 我們又是拿環保署的公告 最公正了 我們在加油的時候 它已經水油跟你收了 汽油它就收每公升0.3 柴油升每公升0.4元 假設我是一個上班族 我騎機車 每個禮拜加一次油好了 115cc來說加5公升是1.5塊 我一個月大概是要繳 6塊錢的空污費 好像沒有關係 6塊錢掉了 你也不一定會減 但是你乘以一年下來72塊 好像也還好 我幫你拉吧 這個是我繳給政府的空污費 對 我們繳給政府了 已經繳了 好 你算下來 我們現在全台灣的機車 大概是2200萬輛左右 乘以72萬 政府左手已經收了空污費15億多了 再來他右手又跟你收了貨物稅了 貨物稅我們算一台車 機車大概6萬塊錢乘以17%貨物稅 大概10200元 這就是我剛剛跟觀眾朋友說 你如果去買一部全新的自動車 對 6萬塊的自動車裡面 有10200塊 其實是繳給政府的17%的貨物稅 沒錯 好 我們在乘以 比如說去年的掛牌量 大概是來到96萬輛 96萬乘以貨物稅 哇 你看 政府右手又在拿 將近百億元的貨物稅 哪能這樣子 你兩個都是以空污的名義跟我收錢 要嘛你收這個取消這個 要嘛收這個取消這個 你兩個都要拿 大家才會覺得氣得直跳腳 所以你看今天政府 如果17%你說到做到 因為去年你告訴老百姓說 我往減免這個空 這個叫做貨物稅來進行 那你現在就捨不得這個100億 說穿的就這樣子 然後套你一個頭說 基於環保的理由 基於空氣防治的理由 這樣說得通不 你光比例你就說不過去 對 一頭羊扒兩層皮 你就說不去了 說不過去了 所以拜託出來面對 好 對 還要一定要說清楚 再來 它又有一個Q版的貼圖了 這一張圖又出來了 在這張圖裡面 藏了一個不能說的秘密 這是什麼呢 這是他告訴你 我們要防空污間產業轉型 所以我鼓勵你 你們有舊的摩托車的 全部拿來換新的機車 我貨物稅給你少四千塊錢 給你優惠四千塊錢 很好啊 我是不是應該要謝謝他 仇心啊 對我這麼好 但是你知道嗎 他這四千塊 是從你繳出來的那個貨物稅 我再拿一點點出來還給你 不是一樣意思嗎 我繳了這樣子 17%該繳你要繳 但是我再少你四千塊 對 沒有錯 那不是都是我繳的錢嗎 那你如果把貨物稅取消了 我根本連這一萬多我都不用繳 我還去哪裡這四千塊幹嘛呢 我就跟你講 騎乘車的兩千萬步 就兩千萬人喔 那今天政府的這一則 這個所謂的財政部說 17%我們要維持 你是跟這些機車族對坐 你如果從來都沒有承諾 你沒有說要往那邊修法 大家不會期待 心也不會痛 痛在哪裡 你可不知 台灣看一台乘車 比歐洲同款的還要貴 貴在哪 就貴在這個17%啊 對 沒有錯 好 一台機車我們給他算 現在大概八萬塊錢好 很貴 很貴 扣掉如果其中的這個貨物稅 我們拿掉 我們取消了就是一萬三千六 我一台機車變六萬多 很多 會不會提高購買意願 會 門檻變低了 對 所以你取消貨物稅 你才是提高民眾的換車意願 是 怎麼是去減少那四千塊的優惠 好 再來 現在大家都發現說 機車真的是越賣越貴 但是大家有發現嗎 這機車的性能也好 功能也好 傳統的機車來講 其實改變的幅度 說真的 實在是沒有到非常非常的 有什麼卓越性的發展 但是價格就是翻倍翻倍在跳 為什麼其實有一個法規 在影響著整台機車 為什麼越賣越貴的秘密 今天通通給它曝光出來 什麼法規 貓膩有什麼 我們都知道 騎機車你每年都要去驗車 它有一個環保法規 它從很久以前的一期二期三期 到現在 2017年是六期 明年要即將上路是七期 七期的比六期的還要再更嚴格 好 這個嚴格會發生什麼事情 裡頭有非常非常多的規範 當然七期就是越來越嚴格 對於車廠它製造摩托車的來說 我的引擎 我的排氣任何的功能 我都要越做越好 我要去符合它這個法規的功能 所以我成本會越來越高 越來越高 我的車價就只會越來越貴 再加上政府要課貨物稅 所以車價隨著貨物稅 也會跟著變貴 所以整個新車在未來 它只會越賣越貴 還有一個更荒謬的事情 現在機車賣到海外去 賣到日本去 它不用課貨物稅的 賣給我們台灣人要課貨物稅 所以我去外國 買台灣本土的機車 還比較便宜 觀眾朋友 這17% 17%你說會讓空氣清新 反而更烏煙瘴氣了 兩千萬人的怒吼